消防弟兄水里来火里去 防疫期间的支援工作更是辛苦 最担心出勤的时候 消防医潮湿没得替换 防护不足影响到了出勤的安全 新北市拱新工和企伟实业公司 联合捐赠了消防医 给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 希望消防弟兄们能够多一份保障 平平安安 拱新工乐新工艺将防疫期间 取消活动的经费审下来 和企伟实业公司联合捐赠 消防疫30套 给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所有的宴客活动 以及绕境活动全部都取消 那节省下来的经费 可以跟企伟实业有限公司郭董 来结合这次的消防疫捐赠活动一次 年轻的消防员冲冲冲 防护安全最重要 因此透过议员的媒合 捐助消防弟兄最缺乏的防护医 大家也知道说 消防局急需这样的资源 那也感谢郭董 还有白虾屯马祖联谊会 我们的拱心工愿意帮忙来付出 所以就牵线跟消防局 来做了这一场捐赠的活动 那希望在现在 尤其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办这个捐赠活动 这样觉得更有意义 我们爱情一样不会变 这次以马祖的名义 捐这个消防疫 其实是一个结缘 其实我们本来是要捐消防车 那经过那个市议员彭佳云的介绍 然后跟消防局局 结果他们说 他们比较需要的是消防疫 防疫期间消防弟兄的勤务更为繁重 有了第二套可以替换的防护衣 安全也比较有保障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没有一套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打开后 政府都会老板 所以又有准备第二套 刚才我们议员有交代说 二奖也不够 所以我们要回去减套就好了 这次消防三的捐赠 特别感谢彭议员 把我们热心的给我们牵牵 我知道陈议员跟彭议员 回去关心我们消防疫官的 装備和安全 这个装備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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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呼籲大家一起共同防疫 希望社區能夠平平安安